你知道肉馅怎么调菜好吃吗 今天就把其中的方法和技巧分享给大家 碗中放葱姜加入花椒和八角用开水浸泡10分钟 肉馅里加入食盐鸡精生抽和老抽 加入蚝油和13香充分的搅拌均匀 泡好的水分三次倒入肉馅里面顺着一个方向不停的搅拌 让肉馅充分的吸收水分 这一步是肉馅鲜嫩多汁的关键 再放上一点葱花 加上一点热油激发出香味 充分的搅拌均匀 然后顺着一个方向搅打上劲 这样调出来的肉馅包包子包饺子都非常的好吃 盆中加300克馒头自发粉160克温水边压边搅拌 搅拌成面续状下手揉成面团不用发面直接包 这样包成包子 锅里加水包子放蒸壁上面盖盖静止20分钟 然后开火蒸20分钟左右蒸熟出锅 这样蒸的包子各个蓬松暄软真的是太好吃解馋了 喜欢就在家试试吧